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技巧题 这个式子 如果你这个左边 等号左边这两个通分 它分子会变成2次4 等号右边你给它通分以后 它这个分子也是变成2次4 然后你这个等号左右两边的分母 都不一样 再给它通分的话 它就变成4次了 所以像这个题目 它的做法是这个样子 就是首先我们观察 它这个2、3 它这边又是7、8 这3、4 它这个6、7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分式 比如说像这边3 我们就把它拆成了2加1 那么这边8就把它拆成7加1 分子比分母这个常数 看好多1 4你就把它拆成了3加1 那这个7把它拆成了6加1 所以这样拆了之后 如果我们把这个前面这里 这个x加2、x加2 看成是一项的话 那它约分以后就变成1了 那剩下这个x加2 分子1 剩下这个x加2分子这个1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个分式的形状 所以这个第一项 你就可以把它拆成像这样 1再加上x加2分子1 那如果同学看不明白 你就再把这个呢 再通分 把这个1跟后面这个x加2分子1 通分的话 它就会变成3 x加3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第二项 我们也把它拆成了1 再加上了这个x加7分子1 好 那它就等于多少呢 这边一样 我们也把这个 这一项拆成1 再加上了x加3分子1 x加3分子1 最后这里呢 我们也把它拆成了1 加上这个x加6分子1 那同学这些1呢 左边这个1跟1 右边这个1跟1 刚好消掉了 那所以消掉之后 整个式子呢 这个分子 同学看到呢 它变成常数了 所以它是x加2分子1 然后x加7分子1 那它就等于呢 x加3分子1 再加上了x加6分子1 分子都常数 那这个就回归到 刚才档案的那个立体了 那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 还是一样 你这边直接通分的话 这个分子呢 会变次方 它会有这个三次方 所以很麻烦 那我们再观察 它这里是加2 这边是加3 那这边是加6 这边是减7 所以呢 我们先不要下去通分 先把它移向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x加3 移过来 把这个x加7分子1 移到等号右边去 所以这边呢 变成x加2分子1 减掉x加3分子1 把这个x加3分子1 移过来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右边这个 它本来就有x加6分子1 写到这边 然后这个x加7分子1 移过来呢 它就变成负的 负的x加7分子1 好 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呢 通分了 这边通分以后呢 这个就变成了x加2 然后乘上x加3 那这个分子呢 它就是x加3 减掉x加2 那么这边我们把它通分 这个分母就变成 x加6x加7 那这个分子 它就变成了 x加7 减掉呢 这个x加6 好 这个分子 那所以呢 我们再下去呢 处理一下 我们发觉呢 这个分子呢 就通通变成1了 好 所以这边变成 x加2乘上x加3 好 分之1 那它就等于呢 这边变成x加6 好 乘上x加7 好 分之1 好 分之1 那所以做到这里来的时候 好 分子等于分子 好 分母就等于分母 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这个x加2 乘上x加3 好 那它就等于呢 这个x加6 好 乘上这个x加7 好 乘上x加7 那之后呢 我们全部把它拆了 好 这边变x平方呢 加上5x 好 再加6 好 这边呢 会变成了x平方的 加上呢 13x好 再加上这个 6742 好 6742 所以呢 约分以下 好 不是 这个消掉好 这个x平方 好 然后呢 这个5x好 跟13x抵消 好 那就还剩下 这个8x好 好 那这个6 跟42抵消呢 剩下这个36 好 剩下36 所以呢 我们从这边呢 知道呢 8x加36等于0 好 所以这个x呢 它就等于呢 负的好 这个8分之36 好 那约分以下呢 这个x呢 就是负的 这个2分之9 好 用试约 好 那做出来这个x 好 负2分之9之后呢 我们再代入到这个原式 好 这个2分之9 带入到原式 原式下去呢 这4个分母呢 都不为0 好 那这样就OK了 好 因此呢 这一题呢 它的解就是这个 x等于负的2分之9 负的2分之9 那像这种题型 好 同学呢 在做题 好 在做洗衣题 好 或随到练习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把它通分 好 这个你不相信可以试试看 好 如果你左边通分以后呢 它变成一个2次4 右边通分变成一个2次4 然后的话左右两边的分母 你再给它通分以后 上面就分子就变4次 好 4次4 那这样很难解 好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使用这种方式 就是 它因为它是一个假分式 分母是1次 分子也是1次 假分式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变成桑 然后再加真分式 把它拆开 拆开以后呢 把这些桑给它削一下 然后呢 这些桑再加上这个真分式 真分式呢 因为分母是1次 分子是0次 分子变常数 好 然后再透过这个 上一题那个基础